也有一点政公署投诉 我们作为参选人或政党 我们的参选同事徐生雄 作为参选者已经尽了他应有制后 我们没有调查的封权力 我们只有信埋執法部门 当然執法部门被我们回复说他是在查的 给我的感觉就是有些制后了 到现在已经超过半年了 半年发生了一件事 当时大家留意媒体都有揭露式追踪 亦有一部分我相信短片和口供 已经构成了一些口供公平 但为何这么久都没有新的进展呢 和相关的约见是怎样呢 给我的感觉就是 執法部门好像在处理不同个案的时候 闻急先后好像有些不同 我们有些朋友经常讲笑 就是说我们投诉了之后 这么久都没有结果 我有个街坊都跟我讲了 街坊的意见 你猜如果是你做的话 你拘捕了来 我觉得这个讽刺也很无奈 我不希望執法部门是这样的 但是如果不是这样 希望他用一些实际的行动 说服我们的公众 也会一视同一种有益犯法 违法香港法旗就要公平去处理